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不群 无论你是骑车开车还是搭车的人 平常经过台北车站附近有注意到吗 在中校西路上的红砖建筑 三井仓库 现在已经正式开幕了 三井仓库是日志时期三井 诸事会设新建的仓库 存放着贸易出口的资源 反映当时贸易运输的重要性 现在以台北车站周边 作为台北市西区城市门户一项 针对中校西路路行调整 将三井仓库做了迁移保存 不仅让北门区块有更新的风貌 也以记忆仓库的形式与大众连结 现场贵宾以及媒体记者朋友们 大家午安 欢迎丽临今天三井仓库的开幕记者会 最后的三井仓库 历经了两年多的迁移 重组修复工程 已经顺利完工 在日后就将以记忆仓库为核心概念 作为历史空间的保存 三井仓库是目前少数 还保留三井集团 这个零形商标的建筑物 那三井仓库的文件展 我们还是以展示空间为主 感谢三井互产公司 提供很多这个第一手的资料 让我们这个展览 有更多的文化跟历史 可以更鲜明 异地重建的三井仓库 除了保留历史严格资料外 也会不定期举办各项活动展览 看看现在展示的VR 带你穿梭历史体验以外 下一次再来看 展览内容可能就带你穿越外太空了 哎呀讲过头了 总而言之就是将过去历史文化保留下来 让大家能来到这边感受 建筑与历史的文化氛围 经过将近三年的努力 终于看它很完美的在这个地方 重新建立起来 呈现它最完美的状态 三井仓库它再利用称为记忆的仓库 主要就是把台北过去的事情 在这里面呈现 那也会办相关的讲座活动 大家都有机会来参与这些事情 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支持 文化资产的关键其实就在时间 从清代到日本时代 一路了到民国的时代 这些房子其实现在都在我们的身边 这是时间的脉络所呈现出来的 那从透过直接观看史料 观看文件 观看这些有形的建筑物 来理解背后所呈现的历史的记忆 历史的生活 如果在这边景观工程完成之后 当然会呈现一个最完好的面 而且有很宽阔的场所 也可以看到我们山景的建筑物的呈现 也可以到里面去参与里面的活动 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些历史的支持 一直以来台北车站一带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交通方便的精华区域 印之三井仓库的开幕 不仅象征北门区块新的面貌 更结合文化文创相关展示与互动 带动北门附近周遭的历史古迹建筑 让台北不再只是现代化 而是一个永远文化底蕴的繁荣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